民眾排隊等待叫號 因為不論結婚搬家或是改名字 只要基本資料變了 都得來趟護證事務所 變更身分證資料 但日前卻有民眾要求 一別配偶及父母姓名 都不要登載 被遭到拒絕 他因此提起行政訴訟 最後獲准免登載 台北市澄清男子向文山區護證事務所 申請換發身分證 但卻要求不登載 異別配偶及父母姓名 文山護證所認為 不合國民身分證管理辦法拒絕 男子提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成性男子 可以不登載 判決結果出爐 內政部則回應 身分證格式是經戶籍法 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 全國應該一致 針對身分證的個資男子提出訴訟 法院判有理 准許不登載 不過內政部力挺護證事務所 再提出上訴 就看法院後續如何認定 進行文章和報導 在市民民建築法院的 政府正在市民建築法院 政府正在市民建築法院 發展 了 自然議院議員 逐步